我的哥哥是个超雄症患者 爸妈不幸执意把他生下来 天生坏肿的哥哥处处针对我 跟我说棉北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等我到了之后才知道 他把我卖给人贩子了 父母知道消息后说 卖了就卖了吧 钱正好换一个新电脑 最终我身败名裂 在人贩子窝里面受尽屈辱 熬了五年被救出去时 我人不人鬼不鬼 命不久矣 再次见到哥哥 我质问他为何这么做 他不在乎道 你不觉得做件你很好玩吗 可是我是你妹妹啊 他撇嘴道 爸妈有我一个孩子就好了 你算什么东西 再度睁眼我回到他改我志愿的那天 这一时就让他自食恶果 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千万 莫问郁郁占一半 好看的完结文一口气看到大结局 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爸妈 要不然让柳清欢跟我选同一个专业吧 这样也方便我们互相照顾 哥哥坐在电脑面前挑选着大学要学的志愿 跟爸妈提议道 爸爸站在哥哥身后翻看着志愿填报书 脸上笑容满满 知意的这个提议不错 女儿家家的学什么不是学 我们供他读到大学就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妈妈也在一旁附和爸爸的话 哥哥操作着电脑迅速的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 给自己选择了一直想去的计算机专业 那就让他跟我一样读计算机专业吧 这个专业赚得多 哥哥早就被爸妈捧上头了 家里的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意愿来的 没有人可以反驳 哪怕是在选择我的未来这件事情上面 也是他的独断安排 这好 以后这死丫头挣了钱就让他堵儿子 我儿子这么厉害可不能累到了 爸妈三言两语 就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 我的人生我没有选择 哥哥再次操纵电脑登录我的账号密码 给我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在最后提交的那一刻 我冲上前来一飞脚把哥哥踹开 把自己的志愿改成新闻专业 飞脚改专业提交一条龙搞定 这一次 我无论如何也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前世也是在今天 也是哥哥提议改我的志愿 爸妈也如今天这般 对哥哥的提议十分赞同 任由哥哥把我的专业改成跟他一样的 我说我想学新闻专业 我以后想当一个战地记者 妈妈冷哼一声 学什么新闻专业 当什么战地记者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爸爸也不同意 都说了你哥哥是男生 听他的 结果我被迫跟哥哥来到计算机专业 我不喜欢这个专业 也学不明白这个专业 大学期间 哥哥还是不肯放过我 他造谣我期末考试作弊 让我被同学们排挤 他长人回我清白 造我黄瑶 让我身败名裂 他把我卖给人贩子 就为了给他换新电脑 我在读窝内 狗言残喘了五年 被折磨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他转头就拿着卖我的钱 逍遥快活 我在这四地狱的人间苦苦熬着 每日的折磨让我日渐消瘦麻木 活得跟一条狗一样 被折磨的每一天 我都想死 可是我不甘心 我想着有朝一日 我逃了出去 我想当面愣愣柳之意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不是他妹妹吗 我以前不明白 为什么别人家的哥哥 都对妹妹特别好 而我的哥哥厌恶我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 不会种男轻女 而我的爸爸妈妈只爱哥哥 我一直认为是我做得不够好 于是我拼命地干活 拼命地讨哥哥欢心 可是得到的还是哥哥的讨厌 跟爸妈的不在意 我也曾质问过 他们为什么只爱哥哥 得到的只有一句 谁让你是女孩 哥哥是男孩 哥哥厌恶我 爸妈不爱我 我的出生就是为哥哥服务的 我想报复他们 但是我的人生早已在那个暑假 哥哥改我志愿的时候就被毁了 我又怎么能斗得过他们呢 最后在一个缠鸣的夏天 我死在了路边的垃圾堆旁 尸体无人问津 直至发臭 幸好神明眷顾我 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这次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要看看我那个超雄正的哥哥 能不能跟上辈子一样生活美满 柳清欢 你干什么 见我把他填好的志愿给改了 哥哥的声音带着滔天的怒火 这是我第一次反抗他 他很不满 爸妈也赶忙过来把哥哥扶起来 柳清欢 你到底要干什么 反了天了你真的是 我扯出一抹冷笑 看不出来吗 我再给自己填志愿啊 爸妈被我的话气到了 不可思议的看向我 柳清欢 你是想死吗 为什么改志愿 哥哥再次趴到电脑面前 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更改我的志愿 没有任何用 哥哥 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改我的志愿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扯出一抹笑意 站在一旁装作不解的问他 想到前世我没有反抗 任由哥哥填了计算机专业 一进大学校园 我就因为他被同学排挤孤立 他诬陷我考试作弊 我百口莫辩只能任由学校寄过 这什么人呢 考试还作弊 那我们每天熬夜复习又算什么 我背的书又算什么 这些乌言慧语一直围绕着我整个大学生涯 我想反驳 但是没有人信我 你一个女人凭什么学习比我好 我不明白 明明我是他的亲妹妹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爸妈也围到电脑面前 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抢救一下 再把我的志愿改回去 知意 你别着急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听着哥哥无能狂怒的叫声 我捏紧了拳头 心里觉得十分痛快 痛快的是 我终于迈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一步 可是上一世 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紧紧捏紧一脚 目光冰冷地看着眼前的一家三口 我发誓 这一生我不会再让柳志义折辱我 眼看没有办法更改 柳志义转过头恶狠狠地盯着我 眼神根本就不是看亲妹妹该有的眼神 哥哥 怎么了吗 我疑惑地看向她 我知道在没有上大学之前 我必须装作跟之前一样 不然我会跟前世一样 他扇了我一巴掌 柳清欢 你现在真是好样的 柳志义气的胸口此起彼伏 洁白的衬衫上还印着我刚刚的飞脚节奏 哥哥 我只是想学自己想学的专业 所以才做出刚刚的举动的 我一脸真诚 哥哥 我错了 他看了我好几秒 柳清欢 我倒要看看学了那个专业又能怎样 他转头跟爸妈说 算了 别管他了 到时候让他自己去挣学费 家里可没钱给他 爸妈听到他说的话也是立马就同意了 死丫头 你要去学可以 这学费我们是不会给你出的 要么你就现在嫁人 要么你就自己想办法把学费给挣了 反正家里不会给你一分钱 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段来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 我低眉顺眼的说 知道了爸妈 我会自己去打暑假公正学费的 我没有表露出来一丝一毫的怨气 我默默看着在一旁的哥哥 心里没有半分波澜 这也是我要活着 我要好好的活着 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 这个暑假我没日没夜的打工 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来用 我不能停下来 学费生活费这些都要钱 我在打工的时候 哥哥跟爸妈在外面旅游 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女儿 还有一个妹妹 开学那天 我终于攒够了钱 带着几身衣服跟一个破旧的行李箱就去学校了 跟哥哥不是一个专业 我们遇见的机会很少 这段时光是我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自由到我忘记了哥哥的本性 在考试那天 去考场的路上我再一次的遇见了哥哥 哥哥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恶意 导致我考试那天内心十分不安 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哥哥再一次出手了 考试结束那天 校园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帖子 上面写道 凭什么有些人靠作弊就可以得到好成绩 而我们要没日没夜的学习 下面的配图是我在考场考试的照片 这个帖子一出 立马就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 他们纷纷在帖子下面骂我 有些女生呀 脑子没有花花肠子倒是一对 果然有时候选择大于努力 看到这篇帖子的时候 我正在宿舍 是室友跟我说我才知道的 清欢 你看着说的是不是你 我接过他的手机 看了之后我内心并没有很惊讶 原来狗是不会改掉吃屎的毛病 柳之翼还是跟之前一样 就只会使一些不入流的手段 清欢 我们当然相信你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发帖人是谁 证明你的清白 睡在我对床的下椅 看着手机里面诬陷我的帖子说道 这辈子我没有去计算机系 也就没有遇到上辈子那群排挤我的室友 我认识论坛的管理人员 让他查看一下发帖人是谁 应该待会就会有结果了 宿舍的另一个室友沈家也在尽可能的帮助我 情绪平复下来之后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抬头看像在为我寻找解决办法的室友们说 我想我知道是谁 另外几个室友都很惊讶的看着我 是计算机系的柳之翼 也是我的亲哥哥 我攥紧手里的手机 双眼通红 见我准确的说出来专业名字 其他几个室友也看向了沈家 想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沈家的视线从手机屏幕上面一开 语气晦涩不明 清欢说的没错 这话一出整个宿舍都愤怒了 各种各样骂人的声音都出来了 不是 这个柳之翼是有病吗 他疯了吧 你是他亲妹妹啊 他造谣你考试作弊 他怎么想的 我看着为我打抱不平的几位室友笑了 真好 这辈子还有人愿意相信我 见他们情绪激动一副 要冲出去报答柳之翼的样子 我急忙安抚他们的情绪 好了 别担心 我考试那天碰见他了 早就猜到了他会干这种事情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室友们都欣喜地看向我 真的吗 当然 作弊事件已经在论坛上面发酵了三四天了 这几天 我一旦出门就能听到其他同学对我的议论 你看这人还有脸出来呢 要是我呀 我就自觉地跟学校提申请退学了 真不要脸 这些话我都没在意 上一世更难听的话我都听过了 现在这些对我来说不过不痛不痒 我没在意 我的室友们反而气炸了 这都什么人啊 都还没有证据呢 就乱说话 清欢 你说的证据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我实在忍不了 再这样下去我会忍不住动手打人的 室友拿着手机在帖子下面帮我澄清 骂人不过都收效甚微 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至于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的 他们不会在乎 快了 学院应该在今天就会发公告了 我安抚着室友们的情绪 对了 佳佳帮我一个忙 我手里有柳之翼作弊的证据 麻烦你帮我发出来可以吗 我发出去大家可能不会相信 一听我手里有垂柳之翼的证据 几个室友立马就兴奋了起来 没问题 这次我也让他体验到被舆论压力的感觉 沈佳伸出手表示OK 唉 你们快看 学院发公告了 经查证新闻专业柳清欢在本次考试中 并无作弊行为 请各位同学擦亮自己的眼睛 不要随便冤枉一个好人 是有下意惊喜的念着学院发的公告 我现在联系人把柳之翼作弊的证据发出去 顺带也把他诬陷你的证据也发出去 沈佳也在一旁迅速行动 天哪 清欢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笑了笑 考试那天正好是李老师兼考 你们知道的他一向喜欢我这个学生 虽然老师不理解 但他还是留下来证据 事情闹大了 学院自然也就关注到了 三个室友都震惊地看着我 你这也太聪明了 我发的帖子火了 沈佳拿着手机挤到我身边来 一把把手机递给我 我拿着手机翻看着帖子下面骂柳之翼的评论 内心畅快极了 前世我因为这件事情被同学排挤 我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他说 你要是没干怎么会有人骂你呢 还公开发文说 自己是我的哥哥 非常抱歉自己的妹妹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他的话一出就更加没有人相信我了 哪怕后面学院证明了我的清白 可还是留下来一个会作弊的印象 什么人啊 自己作弊还诬陷别人作弊 而且他诬陷的还是自己的亲妹妹 这样的人怎么会跟我们一个学校啊 我一遍遍地翻看着帖子底下骂柳之翼的话 心里的气终于出了 就在我翻看评论的时候手机铃声响了 是柳之翼打过来的电话 我摁下接听键 柳清欢是不是你干的 那帖子是不是你让人发的 他的怒火我隔着手机都能感受到 我笑了 哥哥不是你说的 你要是没干的话别人为什么说你呢 随后我便挂断了电话 自那次作弊事件之后 柳之翼的名声就在学校臭了 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但诬陷自己的亲妹妹 还在考试的时候作弊 而我也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这天我正走在打完工回来的路上 再快要回到学校的一条小路上 我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 上一世这个时候 是我被坚强的日子 那天我也是照常打完工 走在回学校的路上 为了赶时间我选择了一条小路 也是在那天小路里 我遭遇了不幸 我立马把包里的微型摄像头打开 把电机棒握在手里 我低着头走进那条小巷子里面 快走到巷子转角的时候 他动手了 一个看起来就没有精神的小混混 朝我出手了 小婊子 今天碰到你王哥算你倒霉 我握紧手里的电机棒 假装怯懦的开口 你要干什么 再过来我报警了 对面的小混混猙獰的笑了两声 说完就向我冲过来 一只手已经要碰到我了 我找准时机立刻出手了 掏出电机棒就冲着他的下体垫去 像这样的人渣就应该一击毙命 他痛得倒在地上嗷嗷叫 嘴上还一直给我放狠话 你个臭婊子干阴我 你等着我待会就让你生不如死 我冷笑着看向他 谁让谁生不如死还不一定呢 混混瞬间冷汗流了下来 惊恐的眼神看着我慢慢走向他 胡同里倒映着电光火石 经过我一番的电机棍来回开辟 他已经没了声音 为了防止他缓过来之后反击 我从包里拿出来一捆绳子 把他给捆了起来 这是之前参加社团活动之后放在包里的 一直没有拿出去 没想到反而有了大用处 把人绑好 我反手就给报警了 人渣当然得交给警察处理了 把人送到警察局之后 做完笔录就放我走了 等我回到宿舍时 社友他们都围上来关心我发什么了什么 没事 就是遇到流氓了 不过我聪明直接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了 我们担心死了 你一直没回来 打电话不接 发消息不回 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们都要报警了 听着这他们对我的关心 我心里涌过一抹暖流 第二天一大早 我正准备收拾好书去图书馆 走在路上的时候 发现周围的同学看我的眼神不对劲 我立马就猜到发生了什么 上辈子也是这样 在我被人毁了清白之后 第二天学校的论坛上就出现了我的黄色照片 又是柳之翼 是他吧 照片上的就是他 天哪 他怎么还有脸来上学啊 我们学校怎么会有这样不知简点的人啊 一句句乌言会语传到我的耳朵里 哪怕我知道那些都是假的 他们也不过是被人误解了 我还是觉得难过 我飞快地回到宿舍 把门关紧 转头就看到我的室友们正一脸关心地看着我 沈家语气担忧 清欢 你没事吧 我们都相信你不会是那种人 我们跟你在一起住这么久 还不清楚你吗 其他两位室友也附和地开口 我勉强扯出一抹微笑 我没事 别担心 我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 三位室友都走到我身边抱住我 又是你那个哥哥干的吗 下意生气地开口 我把头埋在他们怀里 默默地点了点头 报警 我们现在就报警 他这是诬陷他人跟传播不良信息 我不信了 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刚说完 就见沈家拿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没过多久 就有警察跟学院老师上门来找我 会议室里面 对面是昨天给我做笔录的警察 我看着他 然后再一次说了自己昨天经历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了 刘警官 我说完 我的室友们也迫不及待地开口了 警察叔叔 我室友他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的 肯定是有人在害他 我看着身边这几个一直相信我的室友 心里涌过一股暖流 真好 这辈子我不再是孤立无援 那你们有怀疑的对象吗 李警官收起做笔录的本子 看着我问出了这个问题 我跟室友对视一眼 有 我哥哥柳之意 听到我的回答 刘警官跟学院的老师都惊呆了 你确定 为什么 他不是你哥哥吗 刘警官不解得开口 听见这个问题 我的三位室友们立马就激动了 一个个面红耳赤的 你是不知道 警察叔叔 他这个哥哥可不是什么好人 是个超雄症患者 之前就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诬陷自己的亲妹妹考试作弊 要不是学校有监控 清欢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刘警官转头眼神询问学院的老师 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学院的老师显然也是知道的 点了点头 老师跟我的室友都这么说了 警察自然就会关注他了 刘警官跟后面的警察示意 去查一查这个柳之意 明白 警察的速度很快 而且柳之意也不过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已 还没有厉害到可以在网上不留痕迹 队长 查到了 在昨天凌晨三点的时候 这个柳之意匿名发了帖子 帖子的内容就是报案人的照片 刘警官接过来一看 立马就下达了抓捕柳之意的命令 后面的事情就不需要我担心了 柳之意被抓 他发的帖子也被删了 学校也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把他开除了 造谣事件之后 学校也通报了对柳之意的处理 开除学籍 这件事情传到爸妈的耳朵里之后 他们给我打了电话 柳清欢 你干了什么 为什么你哥会被开除 哪怕知道他们肯定会怪我 但真正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寒心 你应该问 回我清白 他在论坛上捏造我时的不良少女 我撕心掠肺的冲对面吼 听到我说的话 他们沉默了一小会 又立马开口 你怎么跟爸妈说话的 吼什么吼 他是你哥 难道会害你吗 我冷笑道 你俩脑袋里有了炮胀是吧 不会害我 他干的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在害我吗 他们被我的质问问的一愣 却还是强硬的开口了 害你又怎么了 他是男生 你是女生 我们当初就不该让你读这么多书 现在好了 书读多了新爷爷了 知道对付家里了 我冷漠的回复 那你们想怎样 你去跟你们学校说一切都是你做的 然后让你哥哥回去上学 你去打工 我就说丫头骗子不要读这么多书 爸妈在电话对面不要脸的提要求 我不自觉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还真是看得起我 不好意思我做不到 一听我拒绝他们 立马就炸了 你个死丫头 我就应该当初生你的时候把你掐死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们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冷笑了一声 看来你俩也超熊了 那就没有吧 说完我就利落的挂断了电话 上辈子也是这样 在我清白被毁 照片被哥哥以好玩为借口发出来的时候 他们说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你肯定也勾引了他 我的亲生父母说我勾引别人 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 柳志一被抓进去了一段时间 我也度过了一段不用提心吊胆的日子 没有柳志一的日子过得很快 快到我就要毕业了 论文答辩结束后 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 宿舍里也充斥着悲伤的氛围 快要毕业了 要不然我们一起吃散伙饭吧 沈家提议道 我没问题 这一毕业下一次见面就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了 可以呀 我也兴致勃勃的参与讨论 上一试 我被造谣之后就被学校劝退了 根本就没有散伙饭这一说 那就学校对面那家火锅店吧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第一次聚餐吃的就是火锅 最后一顿也吃火锅 这也算有始有终吧 商量好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这顿饭吃的很压抑 每个人都舍不得 吃完之后 我们就互相打招呼分开了 清欢 你一个人回去行吗 要不还是我们送你回去吧 沈家看着我不清醒的样子担心的开口 我大手一挥 不用 我没罪 我可以自己回去 你们也赶紧去吧 见我坚持 他们也没抢球 到宿舍了给我们发消息 要不然我们会担心的 我转过身向学校走起 跟他们挥挥手再见 我迷迷糊糊的走在路上 在快要到学校的时候 从路边的面包车上下来 两个人捂住我的口鼻 把我带上了车 刚一上车 我的手机就被他们收走了 这么一闹筒我的酒也醒了 你们是什么人 抓我干嘛 我努力装出一害怕的样子 开口问他们 不想死的话就别问这么多 安静点 看起来是这群人的领头的开口说道 是柳之翼指使你们来的 对吗 我问的是反问句 语气却十分的肯定 这话让领头的那个男人 惊讶的看了我一眼 他留着一脸的落腮胡子 看起来凶神恶煞的 你知道 我轻笑了一声 这个世上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这么容不下我 我的石区让他高看了一眼 你也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 有那么一个坏种哥哥 我眨了眨眼不说话 命不好 要是上辈子 我还会怪自己命不好 但现在我只觉得柳之翼是个神经病 我低下头不说话 我并不担心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 一直按兵不动 也是为了把他们一忙打尽 距离我消失已经过了快一个半小时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早上八点 沈家应该能收到了我的求救短信 早在大三的时候 我就找借口跟沈家 他们互相设备了紧急联系人 我们四个人都配备了 带有定位的手表 一旦我出什么是好方便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我 不知道车开了多久 我被他们带到了一个 看起来废弃了很久的工厂 里面有人来接应他们 大哥 搞定了 一个尖嘴猴塞的男人 打开了工厂的大门 那是 我出马还能有搞不定的 落塞胡老大 眉飞色舞的说道 他们把我推进一个狭小的房间 里面还有五六个 跟我一样被绑过来的女生 我看着这些被拐卖过来的女生 内心止不住的愤怒 这群人就该死 快了 等到明天就是他们的死期了 我随意的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等着明天的到来 过了没多久 就走进来一个拐卖团伙的人 粗暴的把我带了出去 有人想见你 我疑惑不解 这个时候有谁会想见我 等我走到大厅的时候才明白 是谁想见我 是柳之意 我的亲哥哥 他走到我面前不由分说的 就扇了我一巴掌 趾高气昂的说 柳清欢 没想到吧 你还能有今天 你说说你 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 要不是你一直忤逆我 我能干出这些事情来吗 他的样子癫狂 不像个正常人 我把脑袋转过来 讥笑了一声 柳之意 别找借口了 你就是天生的坏种 哪怕我一直顺着你 你也不会满意的 你就是个疯子 我一生生撕碎了他的伪装 听见我骂他坏种疯子 他的状态更疯了 我不是坏种 都怪你 你为什么不能跟之前一样 一直被我欺负 为什么 他发狂的样子更像个疯子了 其他拐卖团伙都被他这样子吓到了 他不会真是个疯子吧 柳之意听见有人说 他疯子立马转过头去大声道 你才是疯子 发了一番疯之后 他反而冷静了下来 柳清欢 我不跟你扯皮 反正明天过后 你就不会出现了 我不说话 被他打的那边脸 还在隐隐作痛 见我不说话了 他也觉得没去 就又把我扔回了那个小房间 这个晚上的时间是难矮的 直到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外面的拐卖团伙 似乎起了什么矛盾 是不是你把警察给招来了 是那个落腮胡子的声音 而后边是柳之意 气急败坏的声音 不是我 我难道想把自己送进牢里吗 短短的几句话 我便明白了 是沈家带着警察找来了 外面的人贩子还在内讧 警察已经以顺雷不及 掩耳盗铃之势冲了进来 我听见外面打斗的声音 看见警察推开那扇关着我们的门 我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警察快步走过来 给我们解开绳子 安抚那几个被拐的女孩子的情绪 我可以见见那几个人贩子吗 里面有一个是我哥哥 他把我卖了 我平静地跟我身边的女警 说出来这句话 他很震惊随后便破口大骂 当然可以 怎么会有这样的哥哥 卖自己的妹妹 他带着我来到那几个人贩子面前 我一出现柳之一的情绪 就变得激动起来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把警察带来的 我早该知道的 我就应该在你刚出生的时候 把你掐死 我冷笑了一声 你又不是没干过 不是吗 柳之一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对劲 他大笑了出来 对 我干过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让你出生 他们说的没错 你生来就是来跟我抢夺一切的 我抿紧了唇 冷漠的看着他 那不好意思 我以后会活得更好 说完我就让身边的女警察带我走了 身后的柳之一还在说着 我就该把他掐死的 拐卖人口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在开庭前的这段时间 我的亲生父母无数次的打来电话 想让撤诉 他们还是跟之前一样 一样的傻 我的工作已经解决了 现在就等着柳之一的案子结束 柳清欢 我转过身 就看到我的爸妈怒气冲冲的跑来找我 他们不用说我都知道 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来 他们怎么还是这么天真的认为我能解决一切 柳之一犯的是拐卖人口的罪 我冷漠的看着他们 有什么事吗 你救救你哥哥 他是你亲哥哥呀 你不能就这样看着他进监狱呀 他们走到我的面前哭诉道 我不明白 为什么柳之一犯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还是这么的爱他 纵容他 上辈子我不明白 这辈子我也许快明白了 我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我救不了他 也不会救他 我冷漠的话 让我妈的情绪更加激动了 他伸着手想要打我 你还是人吗 那是你哥哥呀 那就这样看着他进监狱 他才二十几岁 他的人生还很长 你不能看着他就这样在监狱里面搓斗半生啊 他张牙舞爪的说道 我平静的开口 我不是人 他诬陷我考试作弊的时候他是人吗 他找人回我清白 造我窑的时候他是人吗 他跟那些人贩子混在一起 想把我卖了的时候他是人吗 他才二十几岁 那些被他拐卖的女孩子 哪一个不是二十几岁 他们的人生也刚开始啊 也许是被我的话刺激倒了 我爸伸手就要打我 被我抓住手腕 这段时间我也是练习了各种防身术 毕竟我以后要当占地记者 会一些防身术还是很合理的 我爸看手腕被扣住着急的说道 你这说的什么话 他是你哥哥 那些人不过是一群陌生人 你帮着一群陌生人害你的亲哥哥 我并没有听他说的那些废话 而是心里想着他们柳家的人真喜欢扇别人脸啊 要不是他们生了我 我真想把我练的这一身武艺对他们施展一下 爸爸大喊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跟我说没用 我说了我就不了他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 而且把他害成这样的 不是你们吗 是你们纵容他做的这一切 我残忍的话把他们气得不行 你要是不救 我们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我妈说道 我冷漠地说 你们不是早就不想要我了吗 说完我便走了 我再一次听到柳芝毅的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收拾东西去奔赴属于我的战场 这个消息还是沈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得知到 清欢 你知道柳芝毅怎么样了吗 我停下收拾东西的手 坐在一旁的沙发上饶有兴致地问道 结果应该不是很好 沈家也在电话激动地说道 没错 听说他因为拐卖人口被判了很多年 不过具体是多久我不记得了 我拿起水喝一口 我猜到了 清欢 你真的要去当战地记者呀 很危险的 我坚定地说道 当然 这是我的梦想 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把世界角落的那些战争报道出来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世界并不和平 沈家在对面叹了一口气 希望再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在电视上 当然 这么会功夫我也收拾好了我的东西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趟可能没有归途的飞机